烏克蘭戰爭進入第48天 這一場軍事熱戰的過程當中 烏克蘭的戰術 跟零零種種的軍事戰略 都值得臺灣參考 那正常大哥 其中一個值得臺灣參考的 是零零種種的飛彈的交互應用 在這次俄乌戰爭裡面 很明顯的一些飛彈發揮很大的功能 尤其在哪裡 我們大家都會談到標槍飛彈 跟刺針飛彈嘛 都特別談這些事情 好 那我們再想這個 其實現在俄乌戰爭 基本上就是一個陸戰 那我們陸戰從冷兵器到熱兵器 很大的變化 在冷兵器時代呢 我們兩兵在對決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我的防護力 就是盔甲 我盔甲做得越好 古羅馬時代 盔甲做得越好 我防護力越強 我的戰力就越強 但盔甲也蠻重的 所以步兵要很壯 蒙古啊 蒙古骑兵啊 把整個世界的戰局改變了 我們從冷兵器時代 進入到熱兵器時代 什麼意思 大家對蒙古骑兵很厲害 它的速度很快之外 它重要把中國的火藥帶過去了 OK 蒙古骑兵是第一次把火藥 就是炮兵運用在戰場上 以前金朝跟金國跟宋國 打來打去之後 有少量應用的火藥 可是蒙古骑兵大量應用 所以陸軍開始出現了炮兵 OK 我們開始進入熱兵器時代 改變了人類的戰場 但是熱兵器時代之外呢 我們在第二次工業革命 歐洲工業革命把我們戰爭 往前帶的一個東西 出現了坦克車裝甲車 把所謂的機動性跟防護力 合在一起了之外呢 因為飛行器的發明 開始所謂的直升機出現 空中攻擊武力 這些就造成了現在所謂陸軍的結果 部戰炮跟陸航就出來了 那我們這次在俄乌戰爭裡面 我剛剛提到說 不管是那個刺針飛彈 或者是標槍飛彈 它反而破壞了原來的概念 因為以前只要裝甲力夠強 擊中力夠強 或者有空中武力 你步兵就是被載的對象 但是不是一個刺針飛彈 一個單兵就可以把飛機打下來 一個標槍飛彈 一個單兵就把一個坦克打下來 完全改變了作戰的形態 所以就想說 這個現在是不是不需要 要發展這些東西 概念是從這邊來的 那你可以講 那為什麼這個步兵 明明是被載的對象 被攻擊的對象 對發揮這麼大的戰略 是因為它的隱秘性 它標槍飛彈跟刺針飛彈在發射 其實它是隱秘的地方 讓原來的火力 不管是空中火力 或者戰車的火力 或者炮兵火力 找不到它 所以突然間就出來 就發生攻擊了 所以你就想說 我們台灣是不是應該轉個方向 努力研究這個 隱秘性的 軍事戰略 對 好這個我想提醒觀眾朋友一個概念 這想法是對的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有台灣海峽 其實我們應該設法讓我們的戰爭 不要到攤頭 不要到陸地上 所以我們現在的雄山或者公山 在設計上面都是遠距離的武器 我們需要隱秘 所以我們有戰力保存 好 那我們需不需要達到國土防衛 那我們國防部可以做整體考量 好 要不要加強這方面能力 如果戰爭達到國土防衛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繼續我們這個戰爭 那這是個更高的戰略問題 所以隱秘戰爭的部分 我們國軍不是沒有做 就是戰力保存 那其實戰力保存 我們這 台海做戰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要看得到才打得到 所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雷達系統 直管通勤系統 那這方面 在這次俄乌戰爭很明顯的一件事情就是 腦袋眼睛是美國的 拳頭身體是烏克蘭的 那我們將來是不是台海戰爭會長這樣 我們拭目擬待